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甚至是如何启明这样的新规也正式实行 如何看待这些新规如何理解这些改变背后的意义 现在我们邀请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同时也是全程参与民法典立法的权威专家孙献忠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大家好 孙老人您好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有现行的法律300多部 涉及民事商事的法律也有20多部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立一部民法典呢 简单的说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价值 第一个就是因为以前20多个法律 它是就显得这个法律很零散 不成系统 世界各国其实都有差不多都有这个民法典 我们这是这种碎片化的这个法律 那么这就是法律民法典立法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法律编在议题 使得这个法律自己内在的这个系统比较协调 第二点就是提升法律自己本身的这个时代性 我们这个法律呢 是现在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 信息化时代的法律了 而以前的这个法律呢 他们对这些问题是很少照顾到的 现在制定这个民法典 其中规定这个数据资产的问题啊 这个信息保护 尤其现代化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这个隐私保护的问题啊 那实际上就适应了现代化的这个要求 另外第三个弥补这个原来法律立法的这个短板 我们这个过去都有些法律 你像民法通责吧 它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 在这个投资制度 人民权力制度 很多方面呢 都跟我们市场经济体制 跟人民权力的基本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甚至连合同法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些 一些这个缺陷 通过这次新的这个立法 把这些制度短板都给弥补了 所以这个法律可以说 是从它的思想性技术性体系方面呢 都实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飞跃和更新 这就是它的意义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民法典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您之前多次引用这个拿破仑他本人的话 他说他一生的功绩并不在于说打了多少胜仗 而是说他替法国制定了民法典 就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是法治史上一段佳话 就是法国民法典这个编撰之前呢 法国有五十多个省 但是它的民法的法律领域呢 法律体系呢有这个四百多个 而福尔泰说 我提马上马的地方呢 是一个法律体系 下马的地方就另一个法律体系 换法律比换马还频繁 还复杂 法律体系你不同意 你这个国家你经济怎么发点 这个话对这个拿破仑是有很大的刺激 拿破仑所以他就当了这个法兰西执政以后 他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民法典搞出来 推进社会进步 用整个一个系统性的法律呢 最后实现了法国的这个市场规则的同意 虽然在法国民法之前也有法律 但是没有像法国民法典 这个后来影响这么大的 从现在来看 我们也是从这个法典 也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说 这个民法典为什么重要呢 民法一听这个字 首先就是好像是跟老百姓是有关系的 它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 我们就是一个民事主体了 一生下来 然后你这一辈子都要从事民事生活 首先你一生下来后 你就有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你是别人的子女 你跟父母之间有一个法律上的关系 那你上学或者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呢 可能是跟学校又有一些法律上的关系 等以后你还开始工作了挣钱了 你跟就业单位有一些法律上的关系 甚至你自己要创业 那你可能会有自己的创业性的权利 结婚了又有夫妻的关系 又有家庭的关系 如果又有了自己的子女 接着就又有了这个子女方面的家庭关系了 所以人一辈子 你可以不参加政治活动 你比如说我不参加投票 我不选就 但是你离不开民法 你民法里头这些所有的关系 是你自己就自然而然你就加入了 所以对老百姓而言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谈到这个具体的条文 很多人关注到 近期社会上也有一些热点是关于租房生活的 那民法店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对大家的租房安全进行一个保障 租房这个问题 在民法店这个租赁合同这部分 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要强化这个承州人的利益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解约权的问题 是民法店明确的规定 是要禁止随意这个撤州 禁止这个随意的这个终止州人的关系 要给人家对方要有一个通知的期限 要给人家一个足够的一个准备的时间 就这些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 我们也关注到其中有一些条款 是非常细致末节的 可能现在看起来 比如说这个关于知名的网名 进行了一个保障 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 有些人这个名字 我们会自然而然就想到就是这个人 那这个网名就特定化了 就等于是他的法律上的一个姓名一样 网络上这个名字要确定化以后呢 又跟他所代表的 或者说他所体现的一些社会价值有关 所以我们把它呢 作为个人姓名权中间的 一个特殊的类型来加以保护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我们现在这次民法中间的 一个亮点之一了 这次规定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保护 但是大家也日常中经常开玩笑说 我去世之后谁来还我的蚂蚁花呗 那就是这个数字遗产的问题 似乎还没有民法典去对此进行关注 那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这是127条规定这个虚拟财产和这个 数据资产这个问题 这实际上这是我们社会有很大一个进步 这个数据资产其实它都是真金白银了 它无非就是说呢 没有起现没有像我们手里掌握的这个纸币啊 或者转化成我们这个现实中间的动产不动产一样 它是在另一个空间里头 它是真正是存在的 像这个微信上的资产啊 或者是像支付宝啊 或者是其他这个资产 这个民法典这个规定是很有意义的了 民法典为什么我们有把它再写得更细一点条文呢 就当时我们立法师我们也进行讨论 大家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 所以就把这些问题呢 你看他说法律要等待法律将来的明确一个规定 虚拟财产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些情况就更复杂了 首先来说这个虚拟财产中间有一部分可能是财产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都不是财产 首先我们说这个财产 它是现实的一种存在 比如说说你刚才说这个花呗啊 或者这个它就是真实的财产 但是也有些人玩那个游戏啊 什么一个大刀长矛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是资产 只是有些人他自己玩的时候 可能在那里头做一个积攒 那自己一个玩的一个成绩而已 不能消费也不能干啥的 他可能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爱好而已 所以这还要更加细致的这个区分了 我们期待着未来这个立法 要对这些问题要做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社会了 但是对这个领域 现在真的还不好给它总结出来 一套系统的规则 但是首先法律把它规定出来 这就不错 揭示了一个未来了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 是让我们觉得未来已经到来的例子 大家生活中现在普遍都是 十步一刷脸 五步一扫码 那请问这种所背后隐藏的 个人隐私的问题 密发点当中有没有规定呢 密发点有个规定 但是一方面要知道密发点规定 跟我们现在已经在强国人大制定 提早审议过一次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 是有密切关联的 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 而信息化社会它像一个双刃剑一样的 一方面是给人民群众的生活 带来的极大的方便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加大了个人信息被侵害的这样种可能 这是以前真的是没有预念过的 但这两问题都得要考虑到 你比如说扫脸这个现象 看一个资料 说是怎么回事 说有些人去上厕所都要扫脸 应该说就是没有必要 这就涉及到就是信息的过度收集的问题 另外这个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不当使用 甚至你比如说收集信息呢 拿去出卖转卖等等 这里头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在这些环节就是在收集的环节 掌管的环节和使用的环节都一定要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免法典对这些情况是有仔细的考虑 但是实施求实的说 民法典只是解决个人信息被侵害以后 他在法律上是纠结的问题 针对社会上更多的人的这个信息的保护 这还是要等待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 未来我们还是要建立这个大收集社会 建立大收集社会以后 这次在民法典中间规定了一个特征 在信息保护法里头也有这样的规则 就是去特征要把这个个人特征要消除了 那就基本上就它就不是个人信息了 这问题就基本上就解决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那其实有很多法律有一些条款可能很难用得到 大家就细说它是僵尸条款 那民法典中有没有僵尸条款呢 从我的分析和研究来看 民法典中间不应该有僵尸条款 这个僵尸条款这个条提法呢 是在刑法中间有可能会存在 就是我们可能设置这种罪 但是这种罪呢可能在国外出现过 可是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个条文就一直就没有用过 但是民法跟刑法不一样 它最大的区别在什么 就是刑法中间是要有检察院 法院公安机关 他们来用这个条文的 一般老百姓是不用的 民法中间有很多的规范是行为性的规范 它不是法院检察院或者是政府去用的 就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去用的 这恰恰就是民法的特点 因为民法常常是我们当事人自己在这里去聚集的 积极主动去适应这个法律 也就是因为是这样的 你看着是民法中间有可能你法院没有用 检察院没有用的条款 老百姓在这里他自己就用了 所以他不能说他是僵尸条款了 孙老师从您这个表达中就能看出来 您其实对民法典特别有感情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您作为这个全城的参与者 您对民法典有哪些特别难忘的瞬间 我在做人大代表以后 我还是连续几年 提出这个编券民法典的议案 后来呢 这个民法典就在中央就决定编这个民法典 我看这个委员是中央这个18届四中全会 在10月23号做的这个决定 我看了以后心情特别激动 也就是我在议案 我的议案在中央案发挥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民法典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那时候我还不是委员 我那时候我是一般代表 后来就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在常委会上讨论 我当时发言我都很激动 很多方案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很多这个条文啊都很熟悉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5月28号下午 这个三点一刻的时候 发电通过的时候 大家就站立起来鼓掌 是我们团里重庆团的代表 他们都过来都跟我握手 从大会堂出来 还有很多人看见我以后 包括最高法院的同志 紫然上要他们都过来跟我握手啊等等 这几个环节到现在都是经常就忘不了 你想起来还是很激动 很高兴啊 是的 孙老师 我们听到也是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 好的 孙老师 那谢谢您接受我们中国焦点面对面的专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徒 zaten 有些人 哦 现在 吃 吃